各位朋友,网友发来了爆料 说华为的Mate60的手机 在缅北的战场上替同盟军战士挡住了子弹 啊,华为手机还能防弹呢 好家伙,那位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我看了一下,根据爆料称呢 抖音的一位博主 大事不是大成,就是大败 永远没有中间的路线 既然无后路 那我们就一起去创这个前途 创造历史 从外优国之事 据为千古伤心之 此心只有天下人之 这个博主呢 我看了一下各位啊 他的这个号啊 IP地址是云南 有这个一二十万的粉丝 他日常分享的也都是他在同盟军的军营中和战场上的一些事 他应该真的是一个缅北同盟军的战士 看这个子弹呢 打中的是他的大腿的这个骨头正中心 如果他这个手机 华为啊 我要感慨一下啊 连这个同盟军的战士 人人都有Mate60手机啊 在国内的这些网友 抢都抢不上 买都买不着 所以你们知道 华为手机的这个产量 不是没上来 而是需求太大了 都到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去了 连一个普通的同盟军士兵 手里边都揣着Mate60的手机 感慨一下啊 怪不得买不着是吧 好吧 看这个手机的样子吧 他如果不把这手机揣到裤兜里边 这颗子弹就怕他的大腿骨彻底的打断了 啊 这哥们不说坐轮椅吧 至少来个粉碎性的大腿骨的骨折 是吧 Mate60手机的确是太硬核了 这个广告可以称为华为最硬核的年度广告 啊 是吧 因为华为手机啊 他采用了这个所谓的玄武架构 它都是铝合金的啊 这个而且很硬 选的材料都什么这个昆仑玻璃啊 玄武玻璃之类的啊 以前刚上市的就有人测试过这个华为Mate60手机 果然是一块硬骨头 经受十大酷刑 让华为Mate60告诉你 什么叫做十大酷刑 第一关 砸钉子 这就不叫事 昆仑玄武锅里这都不叫事 怎么砸 没坏 第二关 剪屏幕 哇 华操 还显示呢 这也行啊 还亮着呢 这帮人太变态了啊 第三关 洗衣洗 洗衣机 哇操 这防水能力啊 这个耐刮耐磨能力啊 冰冰冻 冰冻 哦 在冰里边也行啊 牛叉 第五关 水下开箱 这都不叫事儿 第六关 被车碾压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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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碎来来看一下哇手机好烫 第八关大客车碾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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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听听听听听 好像没问题 第九关 压路机 哇靠 压路车 这帮人主打一个丧心病狂啊 这是 压路机都上来了 我走 我冒烟了 这还不冒烟 我们看一下啊 天呐 哇 最后一关 防弹 第二枪就打得非常正了 这个位置啊 是整机最坚硬的位置 多了个凸起 好像真的没有被打穿呢 而且在慢镜头里也没有看见飞出的弹头 最后只能说 不是我就想问国内的手机评测界都这么卷了吗 好吧 再给大家报告一个爆料的消息啊 说这个华为在芯片领域取得了大突破 华为公布了金刚石芯片的专利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芯片吧 是一个电子设备的一个核心是吧 它的这个性能稳定性直接影响着这种这个效果 随着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呢 芯片的散热问题啊 也是越来越严重 你看最近的这个手机芯片 什么骁龙八镇三之类的啊 这个什么天机啊 芯片啊 都面临着一个散热问题 苹果的A17也是 芯片过热呢 直接导致性能下降 功耗增加寿命缩短 甚至是损坏 解决芯片的散热问题 是芯片设计挑战的这个设计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挑战 为了这个解决散热问题 华为呢 近日申请了一项名为金刚石芯片的专利 这项专利呢 涉及到复合导热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其中金刚石是主要的散热材料 那位说华为这么卷了吗 用上钻石了 你知道钻石其实就是你用的那个黑炭木炭的另外一种排列出来的一个同位素 而中国呢是人造钻石的大国 可以说是一颗恒久远啊 是吧 就是 嗯 涌流船是吧 钻石恒久远一颗涌流船 这个行业都被中国的人造金刚石给打败了 造出来的人造金刚石 人工晶体生长的跟那个天然的几乎没去别 所以华为啊 用上了这个钻石材料 金刚石芯片具有优异的导热性能啊 解决这个芯片的散热问题 这是华为在芯片散热技术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又是一个创新 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金刚石大家都知道碳原子构成的晶体 是吧 导热性能极佳 结构稳定 硬度高 金刚石的导热系数 是铜的5倍 铝的10倍 是硅的100倍 啊 就是说 意味着金刚石快速的从热量能够从芯片内部传导到外部 啊 这个提高芯片的稳定性 金刚石芯片的原理呢 是将金刚石与硅结合 形成一种基于硅和金刚石的三维集成芯片 这种芯片呢 利用了硅和金刚石两种材料的优势 保证了芯片的功能性和可靠性 又提高了芯片的散热效率和耐用性 啊 这个据华为公布的这个专利显示啊 这个制作过程的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选择建合剂 选择一种能够同时与硅和金刚石形成稳定建合的材料 这种材料要具有高的热稳定性和电群原性 有保障芯片的这个性能和安全性 第二步那就是进行建合了 就是那个键盘的键啊 原子这个尺度的建合啊 形成稳固的这种这个 可以在一定的温度下啊 进行固化形成稳固的这种合体 第三步呢是进行层叠 在硅和金刚石建合的基础上 通过微纳米的加工技术 不同的功能模块在垂直方向堆叠起来 形成三维结构 这样可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和性能 同时呢减少芯片的体积和重量 这不就是那个华为的那个 什么麒麟9000S的一种独特的那种 那个鱼骑式的结构是吧 第四步呢是进行互联啊 用先进的这个比如说 硅通孔技术实现不同层之间的电互联 保证芯片的信号传输的速度和质量 降低芯片的功耗和成本啊 这个金刚石芯片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 可以说是涵盖了一切需要的高性能计算 5G通讯人工智能多个前沿 对吧能够解决芯片的散热问题 那就说明华为在芯片的制造上又上了一层楼 是吧所以你看华为果然是中国科技企业的脊梁啊 华为已经在他的部分产品中 据透露使用了金刚石芯片 比如说可能是在Mate这个手机中 在华为昆蓬的920服务器芯片等等 而且这些芯片都有着出色的性能和稳定性 受到了用户和专家的这种好评啊 这个是华为芯片散热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华为在芯片技术方面强大的实力和领先的地位啊 大伙这个现在有了更深的这种理解了吧 华为果然不愧是遥遥领先 还能防大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